大家 我吓死你们 这可能是最尴尬的颁奖典礼 小晨一声 我吓死你们 大家 我吓死你们 让邓超竞出表情包 当时小晨阳参加某颁奖典礼 主持人在台上介绍剧组时 台下明星纷纷在玩手机聊天 小晨阳见状 直接怒吼 都睡着了咋的 一个个都困了咋的都啊 玩手机一个呢 鼓掌不行吗 鼓掌啊 甚至还开启不合时宜的玩笑 男人没事多拍一拍 每天五十足 会怎样呢 胸肌啊 女人你拍一拍 你想象一下 女的布股掌够用啊 大家 啊 布股掌的感觉自己够大 颁奖典礼结束后 小晨阳炮轰 做明星登上热搜 众人纷纷表示 没毛病 毕竟那么大场合 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 不尊重人 只是 他没到那个咖位 没人捧场 有人称隔着屏幕都觉得尴尬 小晨阳越来越漂亮了 之前 不知还被某主办方爆料 小晨阳耍大牌 带留三十多人的团队急上演 却让活动方爆销假机票吗 那当时我就很奇怪 这个昨天是我亲自去上海 从长州用大巴 把他们接过来的 小晨阳是我们这个指定用车 可能会出现 飞机票的事情 把这个票给我看看 那么承办方的人 就把票给我看了 我一看 我觉得又更不可思议了 我们就说 这张假票 我们绝对不能报的 甚至还吃霸王餐 结果遭酒店报警 为了吸气人人才买单吗 难道忘了互联网 是有记忆的 惹得师父赵本山 都不得不劝告小晨阳 火气不要太丑 多和师兄弟接触 别以为火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己 你的师父是谁 师父做到大跟你也没关系 你别觉得你这个接触不上 看谁都牛不哄的 说话楚就哄上 有什么意思 没用 你不是明星 你别忘了你过去 唱一段往下哄你的 但小晨阳始终不听劝 惹得赵本山都直呼不敢用他 我自己舞台的演出 我就不太敢用他 因为用他就怕烂上他 因为他突然火了 这小晨阳给这演了 他突然走着去 观众不来了 变成习惯了 说他笨名人的习惯就不要有 他应该多和月圆鹏学学 当初小月月凭五环之歌走红 在给师父郭德纲助演时 安排他倒数第三个出场 演出结束后 小月月和老婆郑敏抱怨 高峰还没我火 凭啥倒数第二个出场 此时被粉丝追捧冲昏头的小月月 早已忘记郭德纲曾说的 商言买票高峰肯定比不过他 但高峰是无可取代的 论项上的专业性 十个月圆狂也比不过高峰 因此正敏听到小月月抱怨 郭德纲安排不合理 直接甩小月月一耳光 并开口问他 你忘了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吗 刚红就飘了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后来小月月把这件事说给郭德纲 郭德纲拍着他的肩膀称 小月月出道到现在仍是等于舍一哥 小沈阳却越来越飘 甚至沦落到被熊戴琳挡着绑架 直到看见熊戴琳双标现场才明白 为何郭普诚把他比成鞋 某期野外求生节目中 明星需要在野外找到食物 小沈阳费尽力气成功撞到一只小野鸡 可以看出大家一开始 都能为能打牙剂而感到高兴 没想到一旁的熊戴琳 却对着小沈阳一样怪奇说道 紧接着圣母心发作 这么小也不够八个人吃 还不如直接放生 可由于在镜头面前 众人不好说太多 只好附和道 对此孙逸周也解释到 鸡太小满足不了八个人的能量 当然不优得发问 满足八人的热量 那不得抓到鸵鸟才行 胡锡龙看见团队 因一只鸡火药卫生机 只好提醒大家一起举手表决 小沈阳听到好不容易抓到的野鸡 要被放生 内心十分拒绝 如果没有团队自己来到丛林 还会把猎物放掉等死吗 黄子涛表示 如果不想吃 为啥还要费体力把鸡抓回来 我是肯定是想吃那只鸡 因为在那种生存的环境之下 我们每个人手术的体力 都很不够 那既然把鸡抓回来 为什么不吃 最终连阿鹏出面表示 不能把自己的意愿 强加在别人身上 而且这还是在丛林 不是在家里 因为这是为了生存 可当小沈阳询问大家 该怎么烹饪鸡肉时 圣母心泛滥的熊带林又开始作用 小沈阳健壮 准备找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处理一下隐积 大声响熊带林委屈到落雷 因为架不住对方的道德绑架 肖沈阳只能将小鸡放生 鸡呢 放了 正当众人以为熊带林 爱护动物不愿杀生的时候 下一期熊带林在节目面前 就开始独自烤小鱼干 还不停抱怨鱼太小不够吃 拇指大小的鱼确实很小 就吃这么一点能怎样 真的是饿成这样了吗 那只这么小的鸡 你剥了皮以后 你去了毛 你挖了内脏以后 它还能剩多少肉 它能让你有多饱 小鸡可怜 难道小鱼不可怜吗 也难怪郭富城会把他比作鞋 所以熊带林究竟是否真善良 还是想引起大家关注 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14年前 没人能火过小沈阳 第一天都谁也不认识 第二天全世界有一半人快认识他了 连赵本山都自愧不许 我在他前面 他后边能压住我 我要压他呢 他是属于观众给我面子 小沈阳之所以能爆火 背后的贵人不止赵本山一人 2009年小品不差钱 三七分小油头穿着苏格兰裙 加上恰到好处的包袱 让肖沈阳用四个小时 走完了赵本山30年的路 春晚总导演更是称 肖沈阳之后的成绩 胡会比师父低 即便模仿刀郎唱歌 早已得到本尊极高的评价 小沈阳仍不满足 是因为他需要代表作 来广告自己的名气 得知此消息 音乐鬼才高进毛髓自见 为小沈阳量身创作 我叫小沈阳 通俗直白的歌词 和老老上口的曲调 令无数观众记住了 小沈阳的名字 随后高进为他写下 我的好兄弟 直到如今 都是KTV好友聚会 必定歌曲 2012年 肖沈阳小平 未被央视选上 只好退二休期四 登上北京卫视 除此一人空调18分钟 现在开始好朋友们 你们就可以休息了 谁也别鼓掌了 你们都可累可累的了 不扬不扬不扬 停 可谓是三十秒一梗 第一分钟一笑料 他们老说你长得难看 你小时候谁好看 妈指的我 小时候妈一抱你 唱公园一溜的 多是人围着你看就问嘛 姐呀 你家里口子跟他买的 观众不捧场都不行 因为小沈阳会安排人导粉丝 这回我唱歌时候 就麻烦你给我送下鲜花 你就装我可忠实的粉丝了 你知道什么时候送吗 我给你一个点 因为演戏讲得早点嘛 你看我个舞台上 我正唱的 我啪啪的 我正唱的嘛 我正唱 你看我的手势吗 我这一摆我手 你就给我送来了 完了 完了 你还有台诚呢 你这个台上就跑 给我送你 还有台诚呢 你说杨诚 我爱你 知道拿着百专的保镖上场 小平整个带到高场 拦着点 拦 拦他 拦我干啥 姐你好 我是杨诚 女的不用拦 你好 你不用拦女的 你好姐我是杨诚 你别拦女的 你拦哪里 真有速度 小沈阳也再次证明自己 他他们没想到的是 小沈阳走红后 一连接下九步戏 我一年最多拍了九部戏 我从这个戏里边 刚进两天任务 我又跑那个剧组 又跟那个组里演两天 我再回来 跳出来 跳着就进来进来 我演不好 却无一不是烂天 甚至还传出 小沈阳耍大牌 将美女主持骂哭 对C胡雷大打出手 导致小沈阳风评 低落谷底 如今 经过时间沉淀 他也为自己的飘飘然 感到后悔 我愿我自己那个时候 太贪玩了 而且太嫩了 给你那么好的机会 那么多好的 大的导演来找你 你没有完成的特别好 我谁都不怪 我只怪我自己 没有把自己经营好 和今日不同往日 大家对此 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 对